这里是华尔街网报,今天是7月8日 我们为您带来与中国和世界相关的最新消息 首先来看彭博社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在北京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了5个小时的会谈 这是两国最高经济决策者之间的首次深入交流 因为他们正在寻求缓解两国关系中的紧张关系 周六的会谈为耶伦作为财政部长首次访问中国的活动画上句号 他将此行描述为恢复这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交往的任务 近年来,这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关系恶化 而在台湾和技术准入等问题上的摩擦却急剧增加 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说 这次会议是坦率的、建设性的和全面的 虽然耶伦提出了关切的问题 但他也讨论了拜登政府寻求与中国进行健康的经济竞争 为美国工人和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环境的方法 根据他准备好的发言稿 耶伦首先告诉贺国强 尽管最近出现了紧张局势 但我们的公司有足够的空间参与贸易和投资 而且美国和中国应该就具体的经济问题进行直接沟通 据法新社报道 周六,中国国家副总理何立峰在北京与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会晤时表示 他对意外事件对中美关系造成的伤害表示遗憾 分析指出,意外事件指的应该是此前中国间谍气球飞越美国上空 导致布林肯国务卿取消原定于二月的访华之行 据金融时报记者披露 在双方会谈开始时 何立峰表情露出微笑 但当耶伦表示美国和中国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存在分歧时 他的表情发生了变化 微笑消失了 再来看到来自华盛顿邮报的消息 似乎拜登政府在稳定美中经济关系方面遇到了麻烦还不够多 中国政府在今年早些时候用一串新官员取代了其熟悉的决策阵容 退休的是过去谈判中备受尊敬的老将 如刘鹤 这位外交官在唐纳德特朗普的动荡年代领导中国的贸易代表团 取而代之的是那些对美国同行来说几乎是空白的官员 他们主要以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忠诚而闻名 衡量习近平的新团队是财政部长耶伦本周到中国的一个关键原因 这次访问被视为缩小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外交差距的重要一步 在钓鱼台国宾馆的一间华丽的会议室里 理查德·M.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对北京进行历史性访问时 曾下踏于此 耶伦和何立峰围绕着两国政府如何重新划分创造利润的商业联系和创造安全风险的商业联系展开会谈 美国的目标是恢复在大流行并和日益公开的战略竞争中枯萎的政府与政府之间的沟通 然而习惯于受过美国教育的经济学家打交道的耶伦 可能发现很难与他的新中国同行找到共同点 这位财政部长在全球舞台上是一张熟悉的面孔 他在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曾敦促中国向市场改革转变 而何立峰在主要担任城市和地区职务的政府生涯中 有支持国家指导投资的记录 他支持天津的一个大型发展项目 该项目被批停为大白项 他不是刘鹤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高级顾问斯科特·肯尼迪说 耶伦和刘鹤通过非常不同的视角看世界 何立峰周六对耶伦表示欢迎 他引用了习近平关于需要总体稳定的美中关系的讲话 并表示愿意与他一起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他还暗指今年早些时候 中国间谍气球在美国各地徘徊 直到拜登总统下令在南卡罗莱纳州海岸将其击落 这给两国关系带来了困难 在回应中耶伦在称呼和立峰的名字时磕磕绊绊 称他为和副总理 然后重申他呼吁两国追求健康的经济竞争 这种竞争不是赢家通吃 而是通过一套公平的规则 随着时间的推移使两国受益 尽管两国国家安全问题日益严重 但耶伦说 美中贸易的广泛领域仍然可以继续下去 而没有争议 在大约五至六个小时的会谈后 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说 会谈是坦率 建设性和全面的 双方讨论了经济问题和潜在的合作领域 包括气候融资和低收入国家的债务减免 何立峰与习近平的联系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 当时习近平是港口城市厦门的副市长 而他是该市的财政负责人 曾为布什总统提供中国政策建议的前中央情报局分析员 华尔德说 两人关系非常密切 据说他参加了习近平1987年与中国流行歌手彭丽然的婚礼 当习近平成为福建省省长时 何立峰又在他手下工作 2012年 习近平接替胡锦涛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两年后 习近平提拔何立峰担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席 这是中国强大的中央规划机构 总部设在美国的中国领导力观察杂志编辑裴敏心说 现在 作为四位新任副总理之一 何立峰将负责经济管理 包括金融部门和对外贸易 这两个领域他以前没有任何经验 他是习近平门徒的缩影 华尔德说 这意味着何立峰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析 敬平的想法 包括李强总理 他是一个终极的内部人士 也是一个终极的忠诚者 无论习近平要他做什么 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去做 何立峰的前任也与习近平关系密切 担任他的最高经济顾问 制定他的标志性经济政策 并在2018年与美国的贸易战中 担任中国的最高贸易谈判代表 但随着习近平越来越多地转向国有部门 来领导经济发展 他的影响力开始减弱 根据CSIS高级研究员的说法 去年 国有企业占中国同比投资增长的71% 刘鹤是一位受过国际教育的政策专家 他曾经是市场改革的拥护者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已经失去了动力 因为这并不是习近平最倾向的方向 欧亚集团中国企业事务总监阿什顿说 何立峰是一个受过国内教育的政治动物 更注重日常运作 在完成工作和执行习近平的偏好方面享有声誉 周六的会谈在一个由八盏方形吊灯 照亮的高大房间举行 中方代表团包括中国方面的其他新面孔 包括即将上任的央行行长潘弓胜 此前 叶伦与一些女性经济学者进行了午餐会 根据现场照片 出席的有 刘倩 经济学人中国区总裁 金克宇 亚投行行长金力群之女 哈佛经济学博士学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终身教授 郝景芳 科幻作家 新华大学经济学博士 北大国发院教授李林 已故经济学家李宁的学生刘舒威 还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孙继祥院长 耶伦抵达北京首日在三里屯云南餐厅 一座一网用餐 餐厅现在推出名为财身菜单的餐品 开始营销活动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I also believ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hould seek a relationship of healthy economic competition that is not winner-take-all, but with a fair set of rules would benefit both our countries over time. Where we have concerns about specific economic practices, we should and will communicate them directly.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